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弹劾调查 金融市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弹劾结果 华尔街会有怎样的预期 我们来看CNBC叶文多 从新加坡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 特朗普遭到弹劾调查 原本是一个利空 因为不确定性的出现 我们看到在周二的交易中 美国股市是出现了 最近一个月最大的一次下跌 但是在周三的交易中 美国股市便很快地收复了失定 这主要是因为在特朗普表态 并公布于乌克兰总统的电话内容 以及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 都纷纷表态之后 基于现在的情况 目前市场预期 弹劾最终通过的可能性不太大 要理解这一点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 美国总统的弹劾程序 首先需要由众议院发起弹劾 那么在完成弹劾调查之后 如果认定总统存在违法行为 应当形成一份弹劾条款 对总统提起指控 那弹劾条款在众议院 获得超过半数的 简单多数票通过 便可送交参议院审议 在这一阶段 参议院会先进行审讯 然后需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 绝对多数议员投票赞成 才算弹劾真正通过 那我们知道目前美国众议院中 民主党占据多数 而参议院则由特朗普所属的 共和党占据多数 所以即便弹劾在众议院 获得放行 到参议院被顺利通过的可能性 也是非常的微弱 而到目前为止呢 据CNN统计结果显示 众议院总计 235个民主党席位中 还有约20位议员 是没有公开表态支持弹劾 那么跟史丹利的分析团队认为呢 弹劾程序可能会对多个主要议题 带来影响 其中包括美中贸易关系 美国与伊朗关系 以及2020年的总统大选 和参议员的选举 那这些议题呢 都会对金融市场走向 具有关键的指引作用 和参议员 cida 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